哦 哇哦 哇 這是我的玻璃 準備好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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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1 2 3 GO 我從遠遠遠撞過去啊 1 2 3 GO Yo what up 哈囉各位各位 大家好我是 BRISON 你們有沒有看過電影 你們有沒有發覺那種動作片的電影 時常會有那些玻璃爆的畫面 比如有一天兩個人打架 他一打 打到一個玻璃碎掉 或者跑車撞玻璃啊 撞那種屋子 撞進去屋子 然後全部玻璃碎碎到嗎 你們懂其實那些玻璃大多數是一碎玻璃嗎 也就是 不是真正的玻璃 而是用糖做的玻璃 那種玻璃叫做Sugar glass 總之呢 今天呢 我們就來自己 私下在家裡自己做一個屬於自己的Sugar glass 所切的材料有這個 白開水 玉米糖漿 最重要的白糖 食物溫度計 然後還有這個 Cream of Tata Tata粉 鐵盤 還有這個 這個叫什麼嗎 就是噴油下去 讓食物不黏鍋 然後還有這個燒杯 拿來量我們等一下的材料 OK 那我們馬上就來 開始做我們自己的Sugar glass 首先呢 我們要倒兩杯水 我裝到大概300ml 就當說它是一杯 然後倒進去鍋裡面 接下來我需要三杯半的白糖 兩杯 三杯 半杯 一杯 一杯 一杯的這個玉米糖漿 最後呢 我們需要加四分之一杯的這個Tata粉 然後我大概算了四分之一杯 就等於一小罐這個 然後我把整個倒下去 把它們均勻地攪拌在一起 現在我們就要開火 記得開中火就好 不要開太大火 然後再繼續攪拌 讓那個白糖完全融化先 OK 在我們等這個混合物變熱的時候 我們先準備 溫度計 鐵盤 還有這個 Non-stick spray 總之呢 它就是等下會噴在這個鐵盤上面 讓它比較 油一點 比較不黏一點 這個分量也可以弄兩片玻璃 所以我就先放在這裡stand by 先 各位 攪拌了幾分鐘 你們看 很平均的混合在一起喔 比較透明色 白糖也完全融化 現在呢 這個混合物的溫度是170度 我們要等到這個混合物的溫度 高達290度到300度之間 我們才可以把這個混合物拿起來 倒進這兩個盤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要等待 應該差不多要等50分鐘到1小時左右吧 所以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要不時攪拌一下 而且那個火也不可以開太大 不然那個糖會變焦糖 現在大概是256度左右 還沒有到290度 所以我們先噴這個油在這個鍋盤上面 然後呢 現在我們還要等多一下子 你看現在已經等了50多分鐘 接近一個小時喔 所以我們再等多一下子 它才可以到290度 YES YES 不失敗喔 我把它弄成焦糖喔 你看 289 290 OK OK 是現在的 見證歷史的時刻 快速的倒進這個 YES OK 還有這個 給它平均一點 我用這個火來弄掉 泡泡泡 這片玻璃已經是應該接近完美了 這兩片感覺比較透明 然後這一片比較黃一點 OK 我們就放在這裡 等它們乾 各位 現在我要從裡面拿出來 我要先按它的底部 我的玻璃 我們的人生 就很像一個壺 喔 哇 哇 感覺沒有很透明 哇 這是我的玻璃 所以我現在要送我 哇 哇 我的手應該會很透 來 今天真是歷史的時刻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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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下一片 這個我是用腳踢 有一 可以 砍 哈 哈哈 這個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動作 所以千萬不要再在這裡有弦 不管你是小孩子還是大人 還是怎麼不要再在這裡有弦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來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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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真的沒有痛 真的是易碎了 真的沒有痛 我第一次被玻璃這樣子 而且是我爸爸親手拿玻璃砸我 真的是沒有痛 但是你們不要學 千萬不要學 最後一篇也是砸頭 因為我覺得砸頭特別好玩 我沒有戴什麼安全帽 然後護目鏡 因為我覺得我要挑戰這個易碎玻璃 所以我就不應該戴安全措施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見到 因為我想要這個效果 千萬不要在家裡學 OK 最後一個 我從遠遠撞過去 1 2 3 Go 夠了 夠了 我們真的是最瘋狂的 痛沒有 真的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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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最重要是快 如果我慢的話就可能痛 因為它易碎 所以我快撞過去 但是我現在頭髮很黏 爽喔 第一次被玻璃這樣砸 而且我還撞玻璃 很好的體驗 然後千萬千萬不要 不要責怪我爸爸 因為這是我們自己要做 所以 再提醒你的事 不要在家裡試 也不要拿你的玻璃這樣砸你的頭 這個是我們用糖做的易碎玻璃 所以是非常的易碎 要倒具這樣 對 OK各位現在呢 那邊還在煮著 然後呢在煮著兩個鍋的同時呢 我先跟你們解釋一下 等下我會怎樣 用這個玻璃杯 我會用一個膠 OK你們可以看到這個小杯 周圍有很多黏子 然後呢 等下我就會把那個已經做好的混合物 倒進去 差不多一半這樣子 再把這個杯塞下去 再黏在這個大杯的四周圍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就希望可以變成一個玻璃杯 這玻璃碟是什麼概念呢 也是一樣 這裡有一個大的碟 一個小的碟 然後我會放這兩個長長的 stake倒進去過後 再把這個壓下去 再用這兩支東西支撐它 然後接下來如果有多餘的 我就會放這些各種各樣的模型 OK現在我們就要等那兩鍋的混合物煮好 OK這個已經290度了 先倒進這個碗 完全 2個東西壓著 2個東西壓著 5個月 2個月 3個月 1個月 為甚麼 接下来就是要把中间这个盆拿出来 它已经是歪掉了 所以完全出不来 看一下我们的碟成不成功 起来了起来了 拿掉这两个包的出来先 等下我们再斗回去 Oh my god 有点可怜 至少我们成功弄到一个 没关系我们看下一个 应该成功吧 给我们看一下它的样子 看了 完美完美 我的船 WOW WOW Yeah Happy Birthday 这是我奶奶 现在星期生日的 所以下星期我会送给他 哈哈哈哈 想让你开心了 真的哈 这样辛苦做到 所以你真的要吃完哈 怎么玩啊 天的东西 WOW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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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